侯友宜到上 为提振选情 侯友宜找来曾苦冲 担任竞选办公室执行长 另外立委曾明宗 前立委林洪池 台南议员谢龙介 负责组织运作 执行长是我在这一次 竞选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领军团队的总领导 也是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跟方向 我们一定攜手合作 因为中华民国 侯市长是在一个非常艰困的政局之下奋斗 我个人经过长期思考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帮助 我要尽己之力 一定要帮侯市长打赢这场仗 金普松过去替马英九打赢选战 重出江湖要把侯友宜送进总统府 担任操盘首发号施令 只是与自诩总教练的党主席朱立伦 难免会碰到双方意见不同 希望朱主席 我们的球队老板 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拿资源出来 给我们精神喊话 让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能够士气高昂 朱主席都非常关心 我们选举办公室的运作情形 我们在这场险战 朱主席一定有很重要的角色 对党对整个组织 他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忙 至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并未放弃参选 另外金普松与立委傅坤其不合 可能影响派系整合 郭董我也是认识的朋友 我们也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大概我只有跟某一个地方的地方派系 有一点问题 我印象中我没有跟其他的地方派系 有任何问题 在全代会正式提名前 政坛老手金普聪来相助 为侯友宜选亲注入强心针 新唐人电视黄浪姐刘姿营 台湾新北市报道